你敢相信民宿裡面竟然有這麼大的日式庭園 大家好,我們是東京 走得巧 我是鮑勃 我是雯 我們今天來的島根縣的金河椰庭 要來介紹我們住過最厲害的民宿 庭家State 榮丁 這外觀看起來就很有古名家的味道 趕快開門給大家看一下 歡迎光臨 一進門就可以看到這個玄關超級大 而且旁邊竟然還有屏風 那看完了玄關之後 我們今天要重頭戲囉 我們接下來再大家看看合適的客廳 你看這個莊嚴桿跟空間桿 有沒有像日據已經有錢人家住的房子呢 在這邊辦公啊 整個感覺都高級起來了 而且你看這個桌子椅子跟燈光 有沒有適合YouTuber做開箱呢 爽爽啦 接下來要讓大家看看民宿也很少見的東西 來看看 你看看這民宿具有這麼大的一個庭園 白天的時候在這邊休憩一下 應該超舒服的 接下來繼續介紹室內的空間吧 看 這邊就是央視客廳 我覺得好好滑喔 坐在客廳就可以看到 和室還有日室裡面的景色 光是這個客廳啊 就有很多翻臉的房間都還大了 這個流理台的設計啊 這個木質調跟房間非常搭配 我們已經介紹了這麼久 但是好像找一個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啊 就是我們的房間啦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啦 那我們現在穿過這個小小的走廊呢 我們進到我的主臥室裡面 看主臥室也不是蓋的呢 好吃了 它的廁所啊 小小一間很乾淨的 接下來看看一下浴室 這個木質調的洗手台 來大家感覺很放鬆喔 還淋浴室也很厲害喔 来日本玩当然就是要泡汤享受放松一下啦 打开落地窗就有一种露天温泉的感觉 以上就是挺家Stay荣丁的介绍啦 我是王婆 我是王 大家下期见 拜拜 拜拜